各位網友大家好,歡迎又來到我們《望向編輯部》的YouTube Channel 頻道 首先,這裡有紐西蘭的易德台洋 大家好 和我家餐生的,大家好 大家喜歡我們的節目,除了來到大台《望向編輯部》 還可以到二台正向部和三台沙冷器那裡 點讚、分享和訂閱 將一個齊抗疫、拼經濟、反攬炒的訊息傳揚出去 好了,現在這個G7峰會,領導人峰會這一次 上次整中國的就是外長峰會 這一次就是領導人峰會 快就會舉行的了 在6月11日,還有幾天就會舉行 很多人都認為,第一件事當然是對著中國 中國這些都是議題之一 但也可以視為額外的議題 真正的議題當然是要先顧本國的 記住 看看大家這裡哪裏會有什麼好事做 為我們本國拿什麼好事 其實最重要的就是19月的流行結束 怎樣可以重建經濟 這件事才是最重要的 而這次G7峰會呢 另外還會加上歐盟進去的 其實是G7之外 你可以當歐盟27國的代表 這樣進去的 其實已經變成8個最有錢的國家的集團 會在倫敦舉行 既然我們都會說 我們既然說過他們是 這一次是為我們的國家 看看怎樣佈局 很多人就認為 這個五眼裏面兩個大頭 英國和美國其實都有各自的盤算 除了說要當著中國之外 其實英國最大的盤算是什麼呢 就是可能可以建立一個 國際疫苗認證的計劃 所謂國際疫苗護照的計劃 新冠護照的計劃 大家互相建立一個東西 護照 你打了針就可以飛了 開始說到全世界都 金毛莊會推呀 金毛莊會推呀 因為尤其是金毛莊曾經說過的 要用疫苗護照呢 他是打算做的 要的 但是現在越來越重要了 在英國有份報紙 Telegram 電信報就說 疫苗護照看來這件事會壞 為什麼呢 為什麼呢 第一 他們會認為 比年長的人的接種率很高 那就是不用了 第二 就會有一種法律爭議出來的 就是什麼呢 因為事實上是有些人 去看完醫生之後 被人說 你不會打疫苗 這樣說 比如說你是一個叫做 換個移籍的 受個移籍的人 你就要壓抑你的免疫力 你壓抑了你的免疫力等等 可能你是不需要 你是不可能 打疫苗都比較困難 你可能要打個大劑量疫苗 你才會成功的 單單這件事 那你危險呀 比如說你心臟病 有些心臟病 你打疫苗可能會有副作用 這樣又不給 所以現在 已經有些政府官員放風了 我們沒有辦法做到他的平衡 所以這個想法可能已經玩完了 這樣說 而且最重要的就是 現在他最當前就是 究竟6月21日 可能能夠開了 這條隧道會不會走出來呢 已經是成為一個疑問 因為他的印度變種 現在在國內越來越重要了 那麼 其實呢 最早的時候 Boris Johnson 金毛莊 是在2月那時候提出過要搞疫苗護照 然後呢 他們在那裏 那些部長也在那裏讀 到底這本疫苗護照 要有些什麼 最重要是要搞清了三樣東西 第一 怎樣可以令到你證明了你是接觸疫苗 第二 你最近的陰性測試 到底是怎樣 第三就是 私隱那些問題 最嚴重的就是 有些地方 就是需要入境證明 你是打了針很好的 其實英國的旅客大部分已經做到 所以其實已經運行到了 比如說英國要去西班牙玩 他們經常去西班牙玩的 那 他既然已經行之有效了 這件事 NHS已經打完針給你一張卡 或者 在你的手機那裏 那你已經飛了過去了 其實已經在這裏了 這個系統 那 搞這樣做什麼呢 此為其一 其二 當他如果要搞的話 搞這些疫苗護照的 你就要收法例了 一收法例 你就是要擺上議會 擺上議會 就很差麻煩的 要修改法律這些東西 是 中間經過 而且他要修改法律 就是說 變成你說要去這個足球比賽 去音樂會 去城 你就必須要帶疫苗護照了 這樣你會帶出一個道德問題 就是說 你是否歧視沒有疫苗護照的人 問題就真的有些人有長期病患 說沒有疫苗護照的 很嚴重的 這樣會被人告 一想 糟了 既然是這樣 不如不要搞了 所以現在他就開始找人放風了 基本上 如果你要做的 都是那句 學一下美國人 美國人是怎麼做呢 交換給公司做 你公司喜歡做就做 你公司不喜歡做就不做 美國人就比如說以郵輪業來說 郵輪業就是說 我們規矩來的 你打了兩劑疫苗 你就上來 如果你是員工 然後走過來 你有沒有打兩劑疫苗 我沒有 那就對不起了 我們公司規矩打了兩劑疫苗 我不能打 那麼慢慢再談 再拉到一面談談 怎麼做 就是這樣 把一隻鑊射給別人的私人公司 自己不要搞那麼多 因為你政府一碟 糟糕 就會被人告 而且現在已經是行之有效 大部分人已經打了 那既然是這樣 你的疫情會怎麼算 那既然七成半人打了 六八成人打了 那就不用搞那麼多 那萬一他人真的爆了 那他人爆了 他人爆了 到時就醫治好他 就是這樣想就算了 不要搞那麼多 所以他們現在就放風 就是大家坐在這裏 說一下說一下 越來越大鑊 既然是這樣 G7就不要說這件事了 就是阿金武裝 連想你都不想 放上台都不放了 免是煩 但是當然 這件事 是沒有這個 是未final的 不過一想 他看一看美國現在發生的事 都已經知道 是很麻煩 而且有些人真的有過敏反應 等等等等 你逼了人打 有過敏反應 即是要自己背 算了 所以疫苗護照呢 已經盛傳說會拖以死腹中 但是 其實還有一個後手的 就是說 就是說我們沒有承諾一定會引入疫苗 但是也沒有承諾一定會引入疫苗 大家還在談 那他那個內政大臣 Michael Kroff 就說 有些人 其實我們曾經談過的 就是說 有一些人的說法 既然政府決定了想做 就應該好像當日 金艾迪射人上月球一樣 是要去嘗試的 無論你走上去 無論你做了還是不做 你都要嘗試 無論怎樣你都要嘗試做 談下去做 這樣才是復償 但是事實不是這樣的 因為我們一直都應該要很務實去看這個政策 看看他能不能夠真正可以實行 令到這件事做得好 如果不行 我們就不應該去博了 雙方在內閣那裡還在談 到底疫苗護照應不應該扮呢 這樣說 但是已經有人放風說 不要想了不要想了 如果英國不做呢 我相信其他地方 都可能要對手 你都沒有疫苗護照 我搞什麼疫苗護照呢 想一想一些官司啊 那些東西 算了算了算了 煩了 這樣就算了 這個呢 就是金毛莊的疫 就是 原本大聲說的大計 相信就沒辦法了 其中一件事可以證明的 就是 在星期六 有一群那些 在英國 反疫苗示威者 去抗議那些打疫苗的中心 在那裡吵 那你已經可以知道 是很麻煩的 好了 然後我們說說 英國他們想做的這個疫苗護照就是 他們想在G7大力推行的 現在胎死腹中管員 那麼另一件事就是拜登 拜登做的事更加是不可能的任務 是什麼呢 在全世界的大企業有錢人身上 撈錢 那撈什麼錢呢 大家都知道 其實這個世界有很多地方被人說避碎天堂的 對吧 就是所謂 什麼鎖落門群島 那些這樣的地方 就是開那些 開那些叫 離岸戶口公司 不用交稅 就避了稅 這樣 有錢人是如是 這個大公司也是如是 好像愛爾蘭這些呢 就專門做這些事的 說我們全球 最低稅率 你們來投資 放錢進我的銀行 那就發達的 避碎天堂 現在拜登 就說想提出 在G7那裏就說 我們要開展全球 最低的公司稅率 向這件事染指 那麼他的做法是怎樣呢 就有兩個做法 第一條 就是說譬如說我是一家大公司 我和台洋你是我客戶也好 你是我客戶 那麼我 你是 你是紐西蘭 於是呢 我和你做生意的時候 紐西蘭 政府就向你打全球公司 向我徵收全球公司稅 由紐西蘭政府去做 如果我和 真BC 做生意的 結果呢 就由澳洲 向我打 全球公司稅 這樣做 此為其一 第一個辦法 第二個辦法是怎樣呢 就是直接 直接跟我打 不要搞那麼多事 直接 付錢 算了 這個最方便啦 這個最方便 最好啊 這個稅率呢 是多少%呢 拜登原本呢 就想說 一打出來 漫天開架 落地還錢 21% 這樣說 於是一石擊起千蟲 落所有學者坐在這裡 說說說說說 說到最後呢 就應該是會降到15%的 如果它能夠說服現在G7再加歐盟肯跟機呢 那全世界未來的稅收就會完全不同 那為什麼這樣說呢 舉個例子 如果收15%的話呢 單單英國 會收到2億磅 一年 Extra 額外2億磅 全世界呢 就會收到 430億英國 一年 那即是多少錢美金呢 大約是 609億美金 那如果 當它提升到 譬如說 EUR 即是歐盟方面 歐盟如果它 講好數 加到它25% 哈哈哈哈 這樣 那它可以一年 整個歐盟會收到 1700 1700億 那這條數其實 是很耐用的 一年 那就是等於 現在 多過現在直接收的 企業稅的一半 就是整個歐洲 所以是很貴貴 這條數是很耐用的 尤其是現在那個叫做 全球19呢 就大家 各富空虛 就需要大家 各難當前 就給一撈錢 那你這幫 這樣的 有錢人呢 就其實 是沒有辦法的 即是說 喂 很勾錢喔 共富各難 那麽 如果現在算一下 因為避稅天堂 這幫人 現在 這幫超級大企業 在全世界 在避稅天堂 可以避到多少稅呢 估計 是 total是4270億 全球大企業 美元 的收入損失 而單單是英國 已經損失了 250億英鎊 因為它是用這個 所謂避稅天堂的 制度走來走去轉移 那 如果現在決定是這樣收了 就 譬如說 有間叫做 BP 就是這個 大石油公司 BP BP 那它可以另外 一年呢 就收到 他 4億 差不多 5億 歐羅 而 大家熟悉的匯豐呢 一年呢 就可以收回 他 42億 一年 這條數就 可不可以了 而拜登為什麼 其中一件事 一定是想推行到呢 如果他能夠將一些 跨國大企業 定到的稅率 你們快點給我 搞定呢 他就有辦法 有藉口 就提高 由阿森生那時候 降低了的 國內公司稅率 升到28% 阿森在那時候 他就減低了 那個稅率 就 他美其名 就說 滴流效應 但實際上 就 就逃空了 那個國父 就益了大債 是啊 是啊 那 現在 其實因為28% 是美國 一向的稅率來 他說他這樣減稅 其實益了大債團 早轉益了他自己 當然 這條人就 那麼 現在拜登 不過是將他提升 到他原底 那條數而已 應該是那條數 那麼 所以基本上 財政部的人呢 就在這裏說 基本上呢 我們的目標很簡單的而已 就是想確保 跨國公司就給他們 已經給了那份啦 啊 那麼 縮小這些差距 其實對於美國是有利的 但是另一件事 這個他就一定要說服歐盟有錢 在國內呢 其實這個不可能任務呢 就是你要重寫回所有的稅上面的法律 是很麻煩的 而且你還要跟全球談判 你講完跟G7講完呢 你就要跟G20講 而單單說歐盟裡面的國家呢 他們是要一致同意的 又說要經歐盟議會通過的那些 這個改善稅法如何如何 但是到底四年之間你做不做到呢 共和黨會不會勾你後來呢 此為其一 其二在國外 是難的 舉個例 舉個例 2013年以來 130 已經有137個國家 想譬如說在這些電子商貿 看看怎樣 找徵稅 全球企業徵稅 已經談了很多年 都是非常難搞定 如果當你要跟很多人談 譬如愛爾蘭那些就會站出來罵你的 喂 我們如果跟了這個稅法 中國和俄羅斯暗中 哦原來他們不跟機的 那對我們公不公平呢 這樣說 所以是非常非常困難 現在又要擺了中國這個名字出來用了 單單這件事 是不能談的 你一定要拔中國的 你沒有可能不認中國的疫苗 是不是 不是疫苗 不認中國 不認中國的疫苗護照 是的 不單是疫苗護照 而是國際稅法 國際稅法 是的 第一是疫苗護照 第二是國際稅法 你基本上你是 你不認中國 你不跟中國談 哦是嗎 我不是做避稅天堂 但是他找第二個地方做避稅天堂 譬如香港 那又益了香港 嗯 但是其實拜登這樣做呢 就是希望其他所謂發達民主國家來 一起跟機 他就是看到一件事的 現在全世界 其實已經花了太多錢來對付新冠 到現在為止 過去一年用了16萬億來抗擊新冠 沒有辦法的 是啊 他們的今年的債 平均債務 根據估計是佔了國民生產總值的99% 因為要抗擊新冠 是很麻煩的 所以每一個政府都要渴望 就是很渴望 哇要罵 從大公司身上罵夠錢哦 計算一條數先 如果改變了一個稅法的話 每年會有1000億至6000億的收入 啊 如果一通過 哇 這樣就鬆了 那當然了 是有人是這樣說的 就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直接在那裡說 我們一定會贏的 啊 我有強烈的信心 他們的發言人當然是這樣說的 難道說沒有嗎 那 其實自1980年以來 全球的平均稅率是由46% 下降到26% 2017年的時候 川普就將美國稅率下調到 國內的公司稅下調到21% 但是 根據美國國會的數據 那些這樣的企業 左調右調啊 左拔右拔 就令到他們收到的 實際上收 應該要比的是21% 但是他們左調右調之下呢 避稅可以避到 估計不過給了8% 你現在左度右度 到底可不可以成功呢 那些企業會在 就是那些什麼軟件啊 大品牌啊等等 比如說我弄了個 像Facebook那樣的 應該怎樣計算它呢 現在是一個問題 而這個基本上是一個非常難的任務 你跟有錢國家談完 你怎樣跟G20其他國家談呢 你單單歐盟那些大佬 歐盟議會那些大佬會不會屈服呢 這一個是拭目以待的 那麼啊 而且最重要的到底拜登的年紀搞不搞定呢 我是有點擔心的 如果他夠長命的就說可以的 我相信他可以的 我不是說什麼 國內的阻力會是很大的 一定的 這個一定的 那我都不會說了 所以說中國 他要做這些事情就要跟中國談 單單講疫苗護照啊 講這些 沒有辦法不跟中國談的 你始終一個 這麼大的經濟體人口又這麼多 難道的你真的要完全 拉起整條戰線 完全奉起中國 那什麼都不要理他 什麼都沒有賣給中國 不讓中國人出去外國 旅遊消費什麼都不准 那可不可以這麼做 是不是 這個是不現實的 不過呢 就有一些政客 應該說就專門拿這些矛盾 突出這些矛盾 在這些事情上 盡量在政治上獲取多些利益而已 是 如果是明智的政府就不會根基的 那就希望啦 所以可以看到對抗是一時的 都會有合作 慢慢慢慢內心合作 都會有合作的 將合作凌駕於這個對抗之上 這樣對於這個世界是好的 那我們就說到這裏 回來會再說其他話題 多謝大家 拜拜 拜拜 拜拜